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485集 怎么了 先生 混沌宗的人过来找真龙族和真龙虚了 你见到人了 没有 今天上午有三个人以威逼的手段 从喀神那里带走了一千毫升的鲜血 喀神的小老婆听到了他们几句对话 说是要去汉藤格里峰找一个墨葬 又是鲜血又是墨葬的 我感觉他们的目标应该就是真龙族和真龙虚 那你怎么可以肯定他们是混沌宗的人 我刚才调出了监控 看到其中一个人是咱们在塔克拉杆沙漠的对手 就是那个女孩 你是说 钟离的女儿 没错 他们有几个人 三个 一个他 一个小胖 还有一个和欧阳大师年龄差不多的老头 老头在最前面 我估计那个老头应该是第三精强者 我刚才和喀神交流过了 那些人询问了喀神有关于墨葬的情况 喀神把他年轻时候进入墨葬的情况 跟那三个人说了一遍 他担心会牵连咱们 所以最近发生的事情他都没有说 混沌宗那三个人看喀神只是一个普通人 应该不会对他们有所隐瞒 就没有过度询问 所以他们三人目前还不知道有咱们几个人的存在 可他们一旦上山 伊万和汉丝的嘴巴如果不严 咱们可就暴露了 如果他们嘴严 很可能会付出生命代价 先生 你得斟酌一下 这是该怎么办的 嗯 我知道了 我想想 张凡话音落下 手机里传出了嘟嘟嘟的声音 张凡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 电话是伊万打的 老贺 先不说了 伊万来电话了 行 那你快接 张凡挂断和贺安的电话 接通了伊万的电话 话筒里传出了伊万的声音 喂 兄弟 给我打电话了是吧 刚才在山里面没有接到 伊万大哥 那边的事情 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你们走了以后 汉丝跟哈尼聊起了 当年发生在我们国内的一起事故 汉丝的父母 就是死于那场事故 结果发现 那事故是由哈尼一手造成 汉丝一起之下 就失手杀了哈尼 不过死了也就死了 他做了那么多恶事 也是该死 我正想着 以哈尼的名义 召见那两名统领 打算用你给我的毒药 来对付他们 我也不会要了他们的性命 只要他们 不对我产生威胁就可以 那两个家伙精明得很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如果不成的话 再想别的办法 但是事情也不能拖得太长 时间如果太长的话 二人必定会发生断倪呢 伊万还是有些发愁 毕竟那两名统领 也不是那般容易就可以除掉的 但只有除掉那两名统领 伊万才可以全身而退 哈尼生前一直跟伊万在一块 如果那两名统领知道哈尼死了 必定会怀疑到伊万的身上 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伊万的 所以伊万只能是选择 先下守卫墙 退一步来说 即便伊万想放哈尼一条生路 伊万也得先出去两名统领 不然的话 那两名统领得知了伊万背叛了哈尼 也同样不会放过伊万的 伊万大哥 眼下我有一个 在不摆平他们的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全身而垂的办法 哦 还有这种好事啊 我们国内过来三名高手 也想获得真龙族和真龙旭 他们现在已经是在上山的路上 我的想法是 你们马上把哈尼的尸体 放在墓葬里面 然后带所有人下山 直接跟那两名统领说 那三名高手和你们首领 发生了冲突 首领看出了对方难以对抗 护住了你们 让你们先下山 这一切责任 就不在你的身上 不过前提是 这出细腻的言好了 好 我明白了 我就按照兄弟的意思办 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谨慎小心 有什么事情 电话联系 好 伊万应了一声 二人便把电话挂断 张凡又把电话打给赫安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 赫安说道 先生 什么情况啊 哈尼已经死了 我让他们把哈尼的尸首 放进墓葬里 让伊万对另外两名统领说 哈尼是为保护他们而死的 让混沌宗的三个人认为 哈尼是死于夺宝的过程之内 张凡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赫安连连点头 嗯 这是一个好办法呀 不但伊万和汉斯可以脱险 所有人也都可以从此事当中给摘出来 但愿这中间别出什么差错吧 嗯 但愿吧 如果真的出了差错 就由我去顶纲 绝不能连累伊万和汉斯 哈 先生 顶纲的时候 记得把我叫上 张凡曾为赫安两肋插刀 张凡有难 赫安必定会鼎力相助的 张凡笑了笑 也没接这个话题 你呀 还是继续谈你的恋爱吧 谈啥恋爱啊 我这只能算是单恋 还对了 你和欧阳大师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欧阳大师已经回去了 我等事情解决以后 我再回去 先生 一直给我介绍活的那个人 打电话给我 说有一个合适我的活 问我干不干 不过这活难度挺大的 你也知道我没有时间 反正你也是要在此地等着 要不您去 打发打发时间 顺便赚些外快 这 那也行 自从突破了第二境地期段之后 张凡也没有历练 正好可以借这个比较难的活 历练一下 历练可以让修炼者对于综合能力 有极大的提升 那你跟我说一下 这是个什么活 这 具体内容我还不清楚 那人说如果我肯接的话 直接去一个叫做阿姆村的村子 找村长亚西 就说是丹尼介绍的 这个亚西呢 会告知一切情况 您看行不 如果行的话 我把位置给您发过来 行 那你把位置发过来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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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收听